大家好,我是Rex 喜悅中的魔女是每個BENTEN觀眾小時候的女神 但你知道她在未來實境線是跟誰在一起嗎? 大家可以在心中圖個猜測,稍後再做公開 如果有興趣可以幫我訂閱和分享,我會很感謝的 那今天的BENTEN小設定 首先要來講一個廣微流傳超級多錯誤資訊英雄 沒錯,就是鑽石、戰神和水晶奇俠 不知道為何很多的BENTEN討論版或者留言區 有著非常多圍繞她的錯誤資訊 詳細的我以前在防禦型英雄和能量型英雄介紹過啦 這裡補充一些比較多人不知道的細節和設定 並再度宣導正確的設定 馬特委員說,像是鑽石戰神其實力氣是十分強大的 他可以搬著裝有Krakow Flint的牢籠走了一整個地下城 喔對啦,我忘了Krakow Flint的中文叫什麼 總之你只要知道鑽石戰神力氣很大就對啦 還有在當時2009年3月27號外星英雄第二季播放結束後的兩天 有人問Dewan,Armitrix可以修復敗人獸 還可以拯救進化人短命精英 那Armitrix可不可以復活佩卓沙瓶星人呢? Dewan回答,哇,這真是敏銳的問題 你必須得看第三季了 那此時就暗示了第三季的劇情 有一集是關於復活佩卓沙瓶星人的 也就是蘇克達利用極深的水晶修復佩卓沙瓶星 最後小班再復活整個族群的 蘇克達是唯一一個克里斯塔沙瓶人 是為了保護佩卓沙瓶星而被創造出來的 是這顆星球的守護者 克里斯塔沙瓶人因為會產生光 所以也不會被鬼影附身 由於玩具銷量較低 所以水晶奇俠在全面進化只出現兩集 看來這位佩卓沙瓶星的守護者 在地球人氣實在是令人唏噓啊 那其實佩卓沙瓶星上還有其他種族的人 就是其他宇宙的大顯神威宇宙登場中的 安特羅沙瓶人和薩波沙瓶人 在大顯神威中 安特羅沙瓶人操控了地表的戰爭 導致佩卓沙瓶星人和薩波沙瓶人的爭鬥 但和大顯神威的故事不同 這顆星球一樣是發生內戰 但各個種族間的內訌 讓魔甲獅更容易操控他們 從而導致了這顆星球的毀滅 而鑽金剛就是傻傻的那個可憐人 也因為佩卓沙瓶星人有很多的不同種族 每個種族都有不同的寶石般的顏色和形狀 那小斑當時復活佩卓沙瓶星人時 只有雄性的成年佩卓沙瓶星人 現實的原因就是因為劇組直接用小斑的鑽石戰神魔版就好啊 然後背後雖然沒有明說 但可以想像是 其他雌性和小孩以及不同種族 而可能復活在地下或者其他地方 因為根據設定 佩卓沙瓶星圓柄地球大多了 那接下來進入這次影片的重點是意義 大家還記得天津玉嗎? 銀河系中最珍貴、價值最高的礦物 可以在宇宙中作為貨幣使用 它跟鑽石戰神產生的晶體不同啊 它是近乎堅不可摧的 鑽石戰神的晶體是會被聲波破壞 或者被魔甲石打出碎裂 被終極沼澤火燒成灰燼 雖然在動畫中看起來跟鑽石戰神的晶體一模一樣 但其實鑽石戰神的晶體和天津玉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鑽石戰神的晶體是完全沒有價值可言的 在真人電影《超時空聖戰》中 有設定大家都以為鑽石戰神的晶體是碎玻璃 只有小文注意到那是鑽石戰神的晶體 所以拜託大家不要再謠喘 天津玉就是鑽石戰神生產的東西啦 這根本完全不一樣 天津玉是目前已知可以破壞無限合金 和普里皮亞特B星人外塵防護衣的物體 能夠當作可以逃離黑洞的超強太空船的引擎動力來源 凱文拿到了天津玉跑車 據小伯的推動 全宇宙幾乎找不到買得下這台車的富豪 凱文光是拿跑車上的天津玉小碎塊來用 就可以搞出一台全新的超強改裝跑車了 喔對啦 剛好提到就順便說一下 其實凱文車子裡面有超大量的罰單 凱文都沒有去繳 畢竟超速還有違規駕駛的次數超多 根據劇情 這次凱文收到的是一張400美元的罰單 那天津玉還可以製造成天津玉 台灣翻譯當時並沒有把兩者區分都叫做天津玉 所以天津玉這個詞是我創的 這點也需要注意一下 這個天津玉在宇宙和地球地下層 都能當作貨幣使用 不過價值並不清楚啊 一塊天津玉可以換原生動物冰沙 陷土的一定新鮮 遠古時代電熱器 陸客稱作為太空垃圾特價品 只要12天津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熱浪來襲 小班在這裡買一瓶水就需要1000金幣 霍欣欣教授的奇妙無比神水需要2天津玉 等等 轉運神水 趕快喝 這樣才能達到內外堅修的效果 咳咳咳 好不小心曝露年假 當年敗給傑哥的教育片 總之呢奇妙無比神水原料 是來自於全宇宙 瀕臨絕種的可可奇 他的乳汁 還有當時陸馬公主 在追凱文時 小班支付給Yet大概6天金幣的電動車租金 還有這個醫生壓50天金幣給全鬼會在全賽贏路客 此外這場全賽的贏家有6萬天金幣 唉不愧是威魔客的節目 獎金好多喔 威魔客 我的超人 最經典的還有小班被起訴那集 我當時看台北沒注意到 其實最後賽琳娜和貝莉卡斯被判5天金幣 一人5個總共10個 當作非金允許重塑宇宙的罰款 但5天金幣所以其實應該算是便宜的 也就是小班當時只需要繳5天金幣就好 結果最後反而要付出昂貴的律師費給查資米斯 在另一集狂擊搶劫的襪子墊的保險箱 結果裡面只有6天金幣 所以狂擊想搶走全部的襪子 還有小班在地板上發現1天金幣 開心的說今天是我的幸運日 所以天金幣到底值多少錢呢? 如果是懂經濟和金融的朋友們 歡迎分享你們的看法 最後一點也是大家最好奇的 為什麼水晶騎俠被魔甲斯打爆後 會出現鑽石戰神? 德威恩回答 這個答案呢?小班並不清楚 不過我們最聰明的製多星阿茲米斯知道喔 噢靠北勒 這跟沒解釋不是一樣嗎? 那為什麼鑽石戰神登場後顏色會改變呢? 這點德威恩沒有回答 不過我們卻能在巴西發賣的 Ben 10終極英雄貼紙卡車中找到答案啊 上面寫著 魔甲斯擊敗水晶騎俠後 他剩下的DNA和鑽石戰神融合了 接下來或許有觀眾會問 欸? Rex? 以前初代Ben 10的魔甲斯 那麼的出那麼的壯 隨便扁個鑽石戰神不在話下 不僅防禦力超強 鑽石戰神手刀斷掉 還是一拳打出壘痕都是 為什麼到了外星英雄時 就被鑽石戰神打假打? 沒錯 這時候的魔甲斯吸收了10個世界最強者的超能力 而且手上有許多神兵力氣 據他自己所說 他比過去的自己更強 雖然小Ben透過訓練和豐富的經驗 讓鑽石戰神比當時打魔甲斯時更強了 但不可能強到這個地步 Derek的解釋啊 這時候鑽石戰神的必殺技 隔空欲物啊 生成一堆晶體用手就能隨心操控 以及製造爆炸彈射和吸收能量的能力 這些史詩極加強 其實當時編寫這段的工作人員 他不熟悉鑽石戰神的能力是什麼 導致有這段劇情的出現 我們唯一能夠合理推測的可能性是 融合水晶騎俠的DNA 所以鑽石戰神有了這些能力 但這只是我的推測而已 並沒有直接說明融合就是會變強 不過這是最符合邏輯的推測了 那終於講解完了全部關於天津玉 還有鑽石戰神 以及水晶騎俠的設定和知識了 我們終於要來討論邪兆魔女 邪兆魔女這個角色跟凱文一樣 一個是為了應稱小班 另一個則是為了小文 如果製作小文為主的衍生劇 就會像凱文變成類似反英雄一樣 嫁入的主角陣營 邪兆魔女也會如此 但全面進化了藝術中間 Derek更喜歡將邪兆魔女作為反派 這讓Ben 10編劇之一的杰弗里很難過 因為他最喜歡邪兆魔女 覺得這名角色本性並不邪惡 只是因為心碎他陷入困境才變得如此 在Ben Zaro的世界中 邪兆魔女出生自地球 從未到達過雷擊多謀 而在未來 邪兆魔女到底嫁給了誰 沒錯 就是那個幸運的男人 十分膽小 但卻在某些時刻會鼓起勇氣的男人 天公毀隨電公阿爾法小隊的一員 阿寶 阿寶對邪兆魔女是一見鍾情 雖然會有很多美國爾南的時候 直接講人家是寶貝 但就算遭受攻擊要被幹掉 阿寶都試圖用言語阻止邪兆魔女 一直到真的沒辦法為止 阿寶才鼓起勇氣與陸客一同解決掉邪兆魔女 而根據Derek所說 在未來班戈的時代 邪兆魔女已經嫁給了阿寶 好阿 阿寶更了日曼主角 平時軟弱卻會關鍵時刻印起來 長得不怎麼樣 最後卻應許美人歸 是不是十分勵志呢?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